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呀 你这要过瘦啊 啥啦 怎么穿这么给过瘦的衣服似的 穿这么亮吗 电厂不得亮点吗 不是要做事业吗 我先亮一点 点亮事业之路嘛 你跟梁先生约好了 约好了 咱把电脑拿过去 给他对接一下快递就完事了 行赶紧对接吧 马上就快开始收了 行 怎么看你穿的衣服快吓人呢 怎么了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我还一年没整的东西了 姐都忘了去年发的 她这系统再一更新 就更懵了 走吧 弄好了吗 弄好了 对接好了 那先走姐 我们上鬼儿去看看去 看看还能有几天 能开始卖 现在刚摘袋是吧 这都是今天刚刚摘下来的 对 这样是上色是不是也得上一个十天八天的 天好新啊 再有七八天 天气好新啊 你要是一天下雨什么了 还没有阳光上色就慢 对 现在故人也不好顾 故人摘袋 故人摘苹果 捡苹果 对 故人摘袋 故人套袋 嗯 嗯 嗯 现在那个故人摘袋一天多钱 一天一拨七一拨八 一百七一百八 那么贵啊 啊 好死了 呵呵 这百万 我弄这个钱都不容易啊 我弄这个钱都给他们打工了 在那儿玩 对 一毛一毛多钱一副 嗯 啊 你们今天种了几毛 我我都 我都 四五亩地 四五亩地 呃 是今年的产量高 还是去年产量高 去年产量高 今年产量低 今年产量 今年少年 嗯 去年产量高 那今年产量低 是不是能贵一点 啊 今年掉了 啊 肯定能贵啊 肯定能贵 苹果下来就卖给我们就行了 哎呀 都说今年苹果涨价呀 你说你 今年两万个箱子咋能用完吗 没事 用不完 明年用啊 今年这个快递费 一箱涨了一块钱 玩事的那个 人工费也涨了 苹果又涨价 这咋卖呀 这个苹果 啊 你去年卖四十九一箱 你今年你还能卖四十九一箱吗 不赔钱吗 你是不是应该稍微提高一点啊 哎呀 现在这个苹果价格还没下来 你就不愿意担心这些东西 今年的苹果产量少 都知道 今年是小年 不以稀为贵 这都有说的 量少肯定要贵 它贵的话 你就把价格稍微再提高点就行了吗 关键是你一提高价格 人家又好说你了 哎呀小姐要涨价了 你看大家伙都买他东西 又又涨价了 别说这个说那个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凭我这个价格每年 价格它都不一样 不是说是我能掌握住这个价格的 这水果哪有哪有说每年价格都一样的 它肯定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嗯 这个我也知道呀 我怕别人说咱嘛 你去年你卖49亿箱 咱是全烟台七下苹果 咱抖音上全网最便宜的一家 而且咱的销量也是全烟台第一名 你说今年你涨价 它肯定卖不多少啊 我也希望咱卖的东西又好又便宜 是不是多拉点回头客 你说什么都涨价 哎呦天哪真是烦死了 屏我现在价格还没下来 等价格下来以后再定价格 只能那样呢 现在谁都不知道价格 价格到时候定 还比他们定的低居价 嗯 咱就是薄利多销 他不是说要挣什么大钱 就想把家乡的这个特产带出去 当初就不该定2万个箱子 这样太有压力了 没有事啊 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什么 怎么不担心 该担心的得担心啊 该想的得想呀 我不愿意干操心的活 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这个涨价或者是降价 咱左右不了 咱只能是跟着这个市场行情走 这个苹果每年的价格 它都不一样 嗯 我也知道呀 但我不希望它涨价呀 那老百姓还想涨价呢 人家想多卖这钱呢 别人定多少 咱管不了 咱只证咱自己的良心情就行了 嗯 好 每个人 每个人 嗯 这样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